周圍 在來加拿大之前 是一家世界500強 駐上海的管理人員 負責該公司旗下機構 在中國節能市場的開拓 到了加拿大以後 我第一份職業是在 多倫多市政府的節能部 但是只做了一年公務員 维安娜就辭掉了 這份穩定的工作 雷厉風行的她 成立了一家諮詢和投資的公司 而第一個客戶正是老東家 多倫多市政府節能辦公室 他們為政府的節能工作 做技術測算和審計 正是在做諮詢和投資的過程中 维安娜發現了一些 令人鼓舞的商機 她不再滿足於中介的身份 決心涉足實業領域 2018年 她正式成立了一家儲能公司 雖然創業路上面臨著許多艱辛 但是維安娜樂在其中 對她而言 綠色能源不僅僅是商業集會 也是一份英靜的社會責任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Vienna 我的中文名叫周維 我是加拿大Choice特洛斯儲能公司的CEO兼創始人 非常高興我們這一次獲得了新時代電視台2019年年度的年度創業獎 非常感謝 我本人從事新能源和建筑節能已經有十幾年的時間 那我創始的這個公司也誕生在偉大的新能源時代 我們公司是一個專注於工商業和微電網 及研發、設計、交付和製造為一體的創新性儲能公司 我們的產品如果跟太陽能、風能或者生物能源配套使用的話 能夠幫助仍然依賴柴油發電機的地區和人類 以及仍然獲得非穩定電力工藝的人們 帶來可靠的、低成本的和可再生的能源 經過兩年的努力 我們的產品已經銷往加拿大、美國和英國 我們有更大、更廣的市場在等著我們 所以我們希望通過新時代電視台認識大家 並且重申科技改變生活 最後呢在這個比較特殊的時間 我們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 謝謝